2019新年一世,德州都有哪些新法悄然上路? 这些新法又会对民众产生哪些影响? 今天我们请到陈文律师为我们解读。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从和我们大家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呢,这个车的title的certificate现在有点变化。 它主要指的是link holder,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从车行贷款买车, 那车行的人,他是一个link holder, 他们有权利把你的这个车title给hold住, 直到你这个贷款还完。 这个时候就是说,假如这车的title在车行那边丢失了的话, 那新法律规定,他是不会再补给你一个原始的这个title的。 那他会给你一个certified copy来去替代这个原始的title, 除非这个车的owner能拿出一些原始的其他的这个证据。 所以这个呢,和我们大家有点关系。 假如说你去贷款买车的话。 第二个呢,就是高中生,他们现在的学校的考试, 课程和内容有了变化。 原来那个考试简称是tax, 那从今年开始,这种考试就停止了。 开始实施的是EOC, 两个考试的内容不太一样。 另外呢,他在每个高中生他毕业的时候, 所占的这个分数比例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所有有孩子的家长可能要关注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变化。 与民众相关的呢,还有一条, 就是今年呢,德州政府决定增加更多的法院, 特别是这种地区性的法院, 因为德州的人口在增加, 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另外一个呢, 法律允许这个助理法官去聆听family有关的, 也就是说家庭法有关的这个案子。 这个是今年的重大变化。 这个商业方面, 今年出台了一条新的法律规定, 这条规定是这样的, 凡是和性别有密切关系的行业, 比方说像按摩店呀, 剪发店啊, 或者是歌舞厅之类的, 这种和性别比较密切相关的行业, 法律要求他必须在卫生间洗手的那个瓷子上面, 张贴人口贩卖救济中心的联系方式。 这条法律的目的也就是想让一些真的有问题的, 被迫害的人, 他们能够得到救助。 这是和我们这个生意行业有关的一条法律的变化。 那第三个大的方面, 接下来就是政治选举方面的。 其中就有一条是这个已经选过的办公室的, 就是政府办公室的候选人, 那现在如果是做了这个游说家, 就是lobbyist, 那他在向别的候选人捐款的时候, 不能用他以前在他竞选办公室的时候得到的竞选资金, 来去为这个新的candidate, 也就是候选人来去捐款。 这是一条这个新的法律规定。 那还有另外一条, 凡是在所有要参加竞选的candidate, 以及已经选上的, 选上政府职位的一些officer, 他们只要有和政府有关的合同, 或者是交易这种行为, 如果是他自己在这个企业当中占5%以上的所有权, 然后这个企业又和政府有一定的这个合同关系, 那这种行为呢, 必须得向德州的职业道德委员会去汇报。 这个是今年几条主要的法律改变吧,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德州法律的新法律执行的一种解读, 不是一个legal advice。 和俟议 这些计算会ные奖断 和俟议 伏各绽い 一整列 storm